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向朋友们讲解演示一下 中本充BTCS如何参与测试网交易 参与测试网交易以后 前三天每天可以获证10K的算力 三天以后每天可以获证3K的算力 接下来我向朋友们详细演示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手机屏幕 我使用的是手机投屏软件 在挖矿的界面 这里有一个提示 挖矿常见的问题 测试网正式上线 然后在这个画面的底部下滑 然后在底部这里有一个提示 参与测试网转账交易 领取10K算力 如果朋友们打开的挖矿界面 没有这一个提示 或者上面的提示 这是因为BTCS的版本过低 请没有测试网提示的朋友 更新一下BTCS 点击我的 然后在官网下载 打开这个网址 根据提示下载APP就可以 下载完最新版本以后 就会出现参与测试网交易的提示 BTCS测试网转账交易 我向朋友们总结了以下的文字内容 第一步就是要更新APP 就是刚才我向朋友们介绍过的 如果没有测试网的提示 首先要更新APP 第二步是下载小狐狸钱包 由于目前BTCS还没有参与主网上线 我们使用小狐狸钱包来参与转账交易 在下载之前首先介绍一下小狐狸钱包 小狐狸是一款开源的浏览器插件钱包 是目前主流的数字货币钱包之一 在移动设备上也可以下载安装小狐狸钱包 小狐狸钱包属于冷钱包 冷钱包的安全性极高 在以后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 介绍一下冷钱包热钱包 以及小狐狸钱包的具体使用方法 由于目前我们参与BTCS免费挖矿 是在手机上进行的 所以我今天暂时先向朋友们介绍一下 小狐狸钱包如何在安卓手机上安装 我向朋友们提供了下载地址 复制这个地址 然后 使用iG浏览器或者Chrome浏览器 建议朋友们不要使用手机自带的浏览器 如何安装iG浏览器 请朋友们关注我的YouTube频道 在第232期视频中 我向朋友们详细介绍了 如何在手机上安装iG浏览器 请朋友们关注一下这期视频 我会把这一期视频的链接 放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区 使用iG浏览器 打开在一个网址 Ctrl-V暂贴 点击前往 正在下载 点击打开 无法打开文件 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使用以下的方法解决 不要在这个浏览器里面下载完后 直接打开 我们直接找到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 回到手机账面 点击文件管理 在手机存储里面找到下载的文件 一般是在download里面 好 这个就是小狐狸的安装包 双击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下载完以后 不能打开 就使用这种方法 在文件管理里面 找到下载的这一个安装包 直接打开这个安装包 不要使用浏览器的打开功能 点击允许安装 好 点击安装 点击打开应用 点击开始使用 请朋友们严格按照我的操作 创建钱包 下面是使用足迹词导入 因为我还没有创建过钱包 所以不选择这个选项 点击创建新钱包 在这里点击我同意 为钱包设置一个密码 一定要使用英文和数字 点击我了解 点击创建密码 好 这里是提醒的 保护您的钱包安全 这里面就是说的是注记词 注记词在冷钱包当中极为重要 它比钱包的密码还要重要 注记词可以找回密码 所以注记词是钱包最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 点击开始 点击开始 验证身份 有的手机不需要 我使用的是指纹结束 写下你的注记词 这里在屏幕上默认是不显示的 点击这里的查看 这12个注记词建议朋友们使用多种方式来保存 首先可以使用拍照的方法 我使用手机拍一下照 再次强调一下 建议使用多种方式保存 拍照 把注记词写下来 按顺序写下来 然后也可以截图 好的 我现在已经进行了截图 朋友们一定要保护好注记词 并且不要泄露给别人 也不要把它放在网盘 以及微信等收藏中 点击继续 这里提示按照之前呈现的顺序 选择每一个词 刚才我已经进行了拍照 按照顺序填写 好 这里显示成功 点击完整备份 这样就设置好了小狐狸钱包 恭喜你已成功保护自己的钱包 记住妥善保管好你的注记词 它的重要性我就不再重复了 如果你丢失注记词 Metamask小狐狸钱包 无法找回你的钱包 如果能正常打开的话 可以在设置安全和隐私中找到注记词 点击完成 来到这个界面 好 这就是小狐狸钱包的手机APP界面 今天我不做过多的讲解 我们的目的主要是如何参与BTCS测试网交易 接下来朋友们一定要按照我的操作过程 严格执行 这个位置 点击一下 公共地址已经复制 也就是说这里复制的是钱包的地址 复制这个钱包地址 然后 来到BTCS的界面 再挖矿的界面 滑到底部 这里有一个提示 绑定钱包地址 点击 好 在这里把我们刚才复制的钱包地址 粘贴在这里就可以 点击确定 钱包地址 绑定成功 绑定成功以后 我们试一下 绑定可不可以领取算力 点击 领取算力 这里提示 请先完成一笔转账交易 再领取 接下来 我们继续下面的操作 回到手机屏幕 打开刚才安装的小狐狸钱包 再次强调一下 这里就是钱包地址 点击一下就可以自动复制 下面我们进行第三步 在小狐狸钱包 添加测试网络 领取测试币 首先复制一下测试网的地址 复制 然后在小狐狸钱包的界面 点击左上角的菜单符号 点击浏览器 这里 把测试网的网址粘贴在这里 点击键盘上的Ctrl V 点击执行 在这个界面 手机屏幕下滑 这个很小的小狐狸钱包的图标 点击一下 把小狐狸钱包的账号 添加到测试网 点击这里 这些我们不需要理会 点击批准 然后 点击这里 这样小狐狸钱包就关联上了测试网络 然后复制下面的这个网址 获取测试币的网址 复制 还是在测试器这里 粘贴 执行 在这个空管里要输入小狐狸钱包的地址 再次点击质 再次点击财单 点击钱包 复制一下钱包的地址 然后再次点击左上角的目录 点击浏览器 在这里粘贴一下 钱包的地址 就已经粘贴在了这里 然后点击下面的 领取TBCS测试币 领取USDT测试币 下面这个选项是把USDT的测试币 添加到小狐狸钱包 好 每一次点击领取 点击这里 点击领取的时候 要等到出现下面的提示 然后再点击下一个 也出现了提示 然后点击第三个 这样我们就领取了测试币 回来点击钱包看一下 好 目前获得了一个TBCS测试币 目前显示的是一个TBCS测试币 好的 我们有这一个测试币 就可以了 好的 目前我们有了测试币 接下来进行的是 关键性的一步操作 测试网转账交易 其实这个过程很简单 刚才我们在BTCS的界面 绑定好小狐狸钱包 领取算力的时候 提示要我们先进行一步 转账交易操作 好 下面我们就进行 转账交易的操作 转账交易 同样也要发送到 其他的一个钱包地址 在这里我向朋友们 提供了一个钱包地址 由于是测试网 测试币可以随便的转出 复制一下这个测试币的钱包地址 朋友们也可以使用 这个钱包地址 向这个钱包地址 发送0.01的TBCS就可以 不需要转的太多 朋友们也可以把自己的 测试币的钱包地址 发送在视频下方的说明区 以便朋友们互相发送 从而完成测试网交易 由于是测试币 不是真实的交易 朋友们可以放心的操作就可以 只要测试池不泄漏 小狐狸钱包始终是安全的 复制好了测试币的钱包地址 点击发送 好 在这里粘贴 粘贴好了这个地址 点击下一步 在这里输入0.01 由于只有一个测试币 依次发送0.01就可以 我们只是需要测试这样的操作 点击下一步 点击发送 好 正提交交易 很快测试网就会确定这个交易 大约几秒钟的时间 好 我们看一下交易已完成 好 这样下载钱包 创建钱包 进行测试币交易转账的过程 就全部演示完了 在这里朋友们不要担心 把自己的钱包地址 发送在视频说明区 其他的朋友也会向你的钱包地址 发送测试币的 即使其他的朋友不发送 这一个测试币按照每天0.01来计算的话 也能使用三个多月的时间 如果需要接收测试币 朋友们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啰嗦了这么多 我们今天主要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能不能领取10K的算力 点击BTCS 好 我们看一下 在下面刚才我们已经添加好了前方的地址 然后点击领取算力 在领取之前看一下上面的算力 我的算力是283 点击领取算力 好 成功领取10K算力 我们再看一下 293 这里有一个提示 这个时间不等是随机的 29小时以后 也就是明天 我没再进行这样的操作 在小狐狸钱包 向其他的测试币发送0.01个BTCS 然后发送完以后 在这里 不是在下面的 是在上面 点击领取算力 前三天 每天是10K 然后三天以后是3K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 在具体的操作中 朋友没碰到的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或电报群中留言 我会解答朋友没碰到的问题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谢谢你的观看 再见 优优独播放